好 感谢两位的广告啊 欢迎回到今天的第三场比赛 大家好 我是狂人 大家好 我是黄超 大家好 我是朱亨 本场比赛 武汉InstaPro对阵 广州TTG 来了 他还是来了 那其实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绕不开的一个话题 就是我们上一场比赛也聊了 就关于SURUKSG的这个赛程 相对来讲 就空了时间比较久 后面是隔一天隔一天的一个比赛 但是对于广州TTG来讲 我觉得这个赛程 是我们可能永远绕不过去的一个话题 一上来又又打 对 没有打Estar和狼 狼队最近状态不好 不给你安排狼队了 安排的北极星 一样 但是你怎么想的 就我觉得对于TTG来说 就是现在这个局面吧 你挑谁 其实都是一点问题很大的事情 因为第三轮的S组 真的已经就是可能通过两轮的洗牌 你会发现 现在真的都是顶尖的强者 没事 这是反正避不开的 你就是 你现在碰到跟你后面碰到 你总要碰到对不对 对 而且他们上 他上一阶段还赢过 是不是 对 上一阶段赢过 然后他现在属于一个信心大增的阶段 又是龙哥回归 然后卡威赛打的确实又极好 你怎么看待这个卡威赛的表现 极好 刚才已经评价了 就是张凯 张凯这个BP 真的就 就确实在第一盘赢了之后 把优势用的还是蛮到位的 对 给到了足够大压制 而在最后一盘 他们在烈士的 就是我觉得那盘不是很好打的时候 又让选手打出足够多的一个手法 对 所以说他们现在整体来讲 是教练跟选手的状态相辅相成的 而且就是真的有信心之后的TDG 你会发现非常的恐怖 你看 就是很自信的选择 对 九尾的这个表现在卡威赛 包括他们最后一场对阵武汉Esta Pro的比赛中 确实非常不错 就我觉得这是一个信号弹吧 这个信号弹就叫做 就是当有信心的这个 就是补充之后 你会发现广东TDG就变了一级队伍 真的 你再把那天卡威赛的比赛拿回去看 然后再回看那个第一轮和第二轮TDG的表现 你会发现这绝对不吸气队伍 但是 TDG前面交手那只武汉Esta 和今天的武汉Esta Pro也不是一支队伍了 不太一样 是 就是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吧 对 两位怎么看待这个考验 就是上次采访的时候SK也说了嘛 就没有什么磨合在比赛 没有什么积分压力的时候 换那个换那个风节上来磨合 但是现在第三轮重新开始了 大家都要抢 甚至要去抢一个S1的一个情况下 第三轮的武汉Esta Pro 就是一个火力全开的一个状态 尤其是他们前几场 还没有奠定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积分优势的时候 所以就是一个准备就是的武汉Esta Pro 碰上信心大增的广州TDG 是的 对 这是本场比赛的一个看点 同样就是还是那句话 我就对于狼 对于这个Esta 就在季后赛的长客 还有GK和今年的这个微博 需要做到的是什么 就是第三轮 你一定是把自己的状态拉满 进入到季后赛的 我觉得前四个东西是顺便的 就我不是就 可能这句话有点夸张 但我想表达的意思是 你的目光应该放得更加长远 有很多东西 就在这一轮 要开始把那个士气和状态 要提升到一个顶点了 去迎战那个季后赛 然后其实在最近的这个比赛当中 我们也发现一点 这武汉EstaPro作为一支 已经三连贯的队伍 其实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 那上一场 其实在输给TDG之后 我相信不少粉丝 其实也很关注 他们目前的状态到底如何 让我们一起通过一段探访片 一起来看一下吧 来 一波团队的武汉EstaPro 广州TDG拿下了这个大场 让我们恭喜 广州TDG 3比2战胜武汉EstaPro 现在队伍就比较密码 大家压力都挺大的吧 我觉得 没有时间那么有统治力了 状态都有下滑吧 能感觉到 每个队伍的话都在变强吧 成长得比较慢吧 现在就是 感觉是个平均期吧 游戏兑现了 这把子杨真的很难了 他可能没做什么事情 就没了 觉得这样不对 那样不对 然后感觉走路都是错的 他们这是在给自己找借口 看来的话 这个是一个好事 一个坏事吧 因为我们队伍的话 五个队员的手法就是还在 而且的话他们五个人都想打架 现阶段我们成绩现在也挺不错 也很稳定 有的时候胜利会迷失自己的双眼 他们会感觉 只要两个人 对面是五个人 我们一样可以打得过 就是他们感觉他们的手法 可以去战胜任何一切东西了 所以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就会出现一些比赛上的实力 所以的话 要把这一方面杜绝了以后 这样我们队伍才可以稳定 如果现出现心跳 现进 他们都说要打其他打人 他们如果拿什么 你们的阿姨我现在在奔向他们 他们会很急 大家都很想赢的话 其实没有那么多的那种 真痛气吧 对 我觉得我的队友和我的教练 会得我这样的信心 因为大家的初心还是一样的 大家的目标都是一样的 增破头的去抢生者组的名额 就拿出自己全部的实力 其实这个片子里面 他们自我反省的这个过程 我觉得是很宝贵很珍贵的 对 包括SK的那段复盘 实际上是反映了最近 武汉依萨Pro 出现的就是出现的一个问题 他们最近比赛 我一再强调 他们没有拿到任何的 线上的优势的时候 他们强劲野区的团 输的是非常多的 他们的比赛这么输的也非常的多 所以说还是说 就是包括现在S组队伍已经 可能说前几个赛季 有点不适应E-Star这种 进野区的方式 但是当所有的队伍都在变强的时候 E-Star你再看这赛季 他再这么近 就是很多都是被反打出来 甚至被反打出了一个巨大的劣势 所以说今天一中的一个上场 还是我提到的 最近E-Star赢的比赛 赢的最多的方式 就是一中的条线 出到了线权 或者说他们有一条线 出到线权 然后我有线权的时候 我再去进野区 他们就会处理的很好 我又有手法 又有线权 我进去有道理 对吧 师出有名 这个才是E-Star现在 比较好的一种打法 提升更多 就是进野区打架的成功率 对 其实这是武汉E-Star Bro 近期在做的一件事 毛赵是什么感觉 我跟朱亨看法是一样的 我原先也是认为 刚才花海在片子里面 提到了一个点 就是这个赛季 很多队伍都在变强 然后子杨也说了 自己现在进步比较缓慢 已经到了一个平景期了 那这个平景期其实就是他们要在 像朱亨刚才说 进野区前要有更多的思考 你不能就是在盲目的 比如说对方刷了 对吧 我这波按照我上个赛季的这种 像肌肉记忆一样 我差不多几个人集结完毕 然后见到人 子杨先动手 然后巴巴其他人上去 一拥而上 就每一次都是这样上的 但这样上的一个好处就是 像上个赛季上一波 对面直接炸 然后接着连环来进 对面是招架不住的 但是你如果在没有考虑很多 就是前提条件下 比如说对方的状态也很好 对方人也是齐的 然后你的一个地形不是很好 或者阵容的强势期 其实还没到 然后你再这么上的话 就会像这个赛季 我们经常看到的 伊斯大野区 进炸了一波之后 他就连锁反应 还要再去打一波 他还要再进第二波 他第二波还会来 还会来进 然后这样就是一炸 又接一炸 最后就没办法了 是 我觉得时间是很充足的 同样对于SK来讲 我相信其实伊斯大尔 近期的这个状态调整 也要看这一局 到底会有如何的表现 比赛马上开始 让我们时间交给解说期 各位屏幕前的专官师们 大家晚上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第三场比赛 大家好我是杰州奇系 大家好我是屏子 第三场比赛 依然是来自S组 武汉Esta Pro 对阵广州TG 那在上一次的交手当中 广州TG是战胜了武汉Esta Pro 战胜了星母 可以说是 3比2 对他们自信心在上的一个台阶 而且没错 影响着他们接下来 那个卡位赛也是4比2 战胜了南京Hero9进 是的 气势有一个上升 这一下就完全不一样了 现在的广州TG的信心 那是在这个赛季 目前是最高涨的顶点 没错了 看来第三阶段常规赛 他们要发起一个冲刺了 要去争夺 就在胜者组的一个名额 那同样对于武汉Esta Pro也是同理 他们在第三阶段的一个首发 依然是换上了一针 嗯 换上了一针 这也是两个队伍啊 在上一轮交手的首发名单上的不同 上一轮呢 武汉Esta Pro是换上了风节 是的 而换上了一针之后呢 那是原封不动的总决赛的五人组 也就是广州TG 在当时总决赛 和武汉Esta Pro交手的十个人 今天全都在场上了 对 21年秋还有挑杯 都是两边这个阵容 是的 那同时呢 武汉Esta Pro在前面的那个宣传面里面也有聊到过一个话题 就是说 他们在21年秋常规赛三个阶段 当时都是在S5的榜首 对吧 但是从上个赛季开始 一直到目前的这个阶段 他们都还没有登顶过S1 没错 但是武汉Esta Pro其实对我给我的感觉 就一直是这个样子的 常规赛 他跌跌撞撞 季后赛他重拳出击 没错 总决赛直接不当人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武汉Esta Pro我刚刚评论区说那么多啊 我看那个片子 我再看看SK 然后以我对SK的了解 怎么说 我先在这个时间内摸一摸 选手们自信了 好 自信好的 但是过于自信了 我就给他们当头棒喝 让他们冷静下来 而选手们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应该有的操作 还是要鼓励他们操作起来的 对 所以目前的武汉Esta Pro 虽然说在近期的比赛里面打满比较多 但是他目前依旧无疑是联盟的顶面强队 所以这场比赛对于广众TDG来讲 一争的归来 对于他们而言 应该只有增加压力 绝对不会说 上一次我们赢了他们 所以这一次放松一说 是的 这对于他们来说 依然是一个新的挑战 而对于武汉Esta Pro来说SK 其实他的眼光还非常长远的 他一直都在磨整个队伍 还要选手的状态 对对对 所以看一下第三阶段 他们是否又会有一个新的上升 来看一下这一局比赛的BP啊 在蓝三光的武汉Esta Pro 首先是处理掉了盾山 再来公孙黎 将功本五藏放了出来 一楼就要抢 而TDG这边的话是搬掉了 一个配大小的老父子 处理掉了蒙田 把小在外面 这样的话功本五藏出来 再让小明以及鲁班大师 都放出来的情况下 TDG会选的什么呢 都不选 选东皇 选个东皇太一 然后还有一个位置的选位 定了个凯 那有可能是关于凯来东皇 感觉第一局比赛 还是想以出体系为主 去点对点的 那看一下武汉Esta Pro 他们的名顺要不要拿 双幻神 双幻神阵容 小明加一个什么 稍微有一点点小犹豫 先把射手拿出来了 因为前面评论席的几位老师有说 有些中文就聊到一针这个点嘛 说如果说他在对线上面能够出 就是围绕他去打的话 其实整个节奏上面来说 还是比较顺的 那他是提前把孙上香拿出来了 谁说女子不如男 花木兰 没有选择关于配一个凯啊 这把其实关于也可以 因为毕竟对面是明示影价孙上香 如果你选一个关于凯的话 冲进去也比较难活 但是花木兰锁了 花木兰也是轻轻本赛季的一个首秀 是的 花木兰在刚刚7月29号的一个版本更新当中 也受到了一定的调整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轻轻近一年的联赛 应该都没有拿过花木兰 在我印象当中确实很久都没有拿了 而且还是花木兰刚刚调整的时候 它是一个重剑形态 免伤效果要削了5% 之前是45 现在是40 削了5% 原来花木兰的话 重剑21能够卡90% 极限免伤 现在重剑21的话只有80%了 猪八戒 搬了 搬个不知火舞 今天我们的主题 中路火神来战 不知火舞送上班位 搬了 火神暂时看不着 没错 确实九尾最近的状况也非常好 而且在红色方的话 他的一个选位也是往后靠 是的 看一下会给他拿到什么样的英雄 周瑜搬了 周瑜也搬了 两个带火的都没了 还是个沈梦西 沈梦西也带火呀 对吧 沈梦西是雷了 没人能在那个炸弹 对 战胜本猫 敌人节最后一个班位 我还以STER PRO是送上 送上敌战士 确保一个下路对线吧 对这样的话也是确保了一针的一个对线 是 但这把TTG 把射手位置藏到了最后处 到时候期待一下 会不会就是让我们眼前一亮 有没有一种可能性 龙虎双边 射手不拿 但是第一局要这么拼吗 来看一下武汉STER PRO 一星加上连波 一星连波 双开团 对 这把等于是三个盒嘛 中路射手和打野 然后前排的话 补个连波做视野 然后在前期的话 有小 有这个小明在 然后连波前期也很顶 在下路如果打对线的话 孙上香对线也很厉害 然后最后给前程 选了一个鱼姬打抗压 这把就看花木兰跟肉凯 在团战里面 他们能够创造怎样的效果了 中箭花木兰一刀斩下去 孙上香 明星应该会第一时间交大招 而且花木兰在的情况下 包括有东王 其实这一局广流TG 他们的蹲草能力是很强的 对 这套阵容上路的话抗压 下路的话也是抗压 但是花木兰面对到连波的话 他其实打的可以更灵动一些 他更多的不是去和连波打对线 就切完线之后 我觉得可能让轻轻的花木兰 要跟着自己家的队友 去开一些节奏出来 因为花木兰这个英雄 一旦是让他蹲到了 他伤害打到你身上 其实你是在前中期扛不住的 嗯 那花木兰打小明其实还可以 对的 之前我记得我们打养猪 就其实比较喜欢拿花木兰 对 如果你在排位里面 如果对面出养猪的话 你一个边路花木兰出来 然后四级之后 在他转线的路上卡他一波 伤害很高 没错 而且这一局的话 我们看到因为公本加上明示影 是已经锁了嘛 你在小明赛的情况下 可能前面前期的一些视野 不是很好去开 对 但是就要等到连坡 跟到正面来之后 再去开视野 但这把毕竟是有一个异星啊 中路是个异星 所以花木兰到中路来的话 不是很好去碰到这个异星 那就看这个花木兰选出来之后 对这局比赛 是不是对于公本武藏有备而来了 因为公本武藏 他如果要是大招 到上路想去起节奏的话 花木兰直接切个中箭 回头二技能 公本武藏也不敢追的 对的 因为第一局两边是大桥也没班 公本也没班 对 放出来了 然后放给了武汉一次大PRO 拿到双幻神 那看一下广州TG 他们是做出了什么样的一个应对方法 而且给青青拿到花木兰 会不会打出奇效 没错 那我们拭目以待了 这是今天S组的第二个大场的比赛 也是武汉一次大PRO的主场 永恒荣耀不灭星辰 第三个阶段 两支队伍 谁能够先拿到自己的开门红呢 进入到比赛当中 大家好 我是本场解说 大家好我是停车 还有五秒到达战场 请做好准备 全军出击 看一下双方的开局 花海公门武藏在本赛季 是四战三胜 是第五次拿出来 嗯 然后这个花木兰的皮肤 他的那个中箭就是 退退退 中箭退退退 日月双形态 还是很酷的 嗯 这把 诶 忽然还想进野区看一眼 但是没想到的是 加路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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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路位置的话 轻轻是拿回了自己家的红buff 同时还把坦然的闪现给揭露出来 是的 继续往前追 看红buff黏住 但是坦然是满站一直 感觉有戏啊 二技能加一个护盾 然后再给一个二技能挂上标记 坦然这波打不过 20%的免伤 嗯 对线的话 花木兰还是厉害 是的 伤害高啊 花木兰有细节 连坡的话就121 简单 对 最后边路爱打连坡 比较适合上手 它有难度很低 是的 而且往往效果也能打得非常好 对 连坡在电风赛牌围当中也是大热门英雄啊 其实花木兰近期在电风赛的出场率也是非常高的 没错 尤其是是在这个皮肤出来之后啊 就一下唤醒了很多花木兰老玩家 对的 这皮肤确实很炫苦 贵有贵的道理嘛 下落位置 哎 九尾这波过来21把雷丢到了河道之灵上 没有打到一针 太远了 智能师法没有拖 这一下紫阳来了 增加了一针对线的底气 这把如果正常对线的话 上路是星星这边占优的 但是下路可能就一针这边会舒服很多了 嗯 千层进行一个抗压 刚又吃到了最上香的一个大招 这波占了个草 再等 哎 青蓉小走位躲一下 没有被不然的二级能给顶到 对抗路的话 其实这边是先听完的线 如果说要打起来的话 也能远处反正支援过来 是的 看一下 这波伊克雷打残 这一键没有中 梁的位置刚还是比较危险啊 冰城手上是有闪的 但是你也不知道伊斯塔他身后有没有人 所以千层那一波也不敢包过去 他包过去的话怕自己变成一个脱节位 嗯 同时下路一直一针算香 又是打低了千层余击的血量 嗯 空线 轻轻 这波主动动手 打一套闪现劈上去 二级能退退退 顶到花海 再接着青箭上去 直接带上了花海 但自己也被拍死 人都被青蓉收下 看得出来 这个花木兰是有备而来了 练过了 嗯 很帅 因为一的情况之下是不需攻门五脏的 你虽然可以限制回复 但是花木兰他毕竟控制多 而且还有高免伤 他不是回 他不是回复高 他是有免伤在 对 他能够跟你单挑 压根不回血 是的 就跟孟奇打工本是一个逻辑 孟奇是护盾 咬了 来 这波动手了 先咬到 但是旁边只有九尾的伤害 所以孟奇不够 这波二线阵神拉一下 控住了不然 不然没有能够追上出出 我觉得孟奇打野去针对到工本 也是给所有队伍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 大招想要留下一张 这波再追击点 看有没有一闪啊 一闪追上去了 收到 然后再继续追进去点紫阳 然后都给个大招 一丝血 对 但是小兵没有转火 如果小兵转火的话 可能能够帮助紫阳收掉先程 周围 扛塔了 如果说他交闪现 强行二一收一个辅助的话 自己也会被工本留住的 就划不来了 没错 下路位置这一波的话 天真就是打得比较孤单 来看一下上波回报 二技能 一技能 中剑 躲掉了这个击飞 然后一闪 直接砍到残血 二技能推三下 然后再用轻剑 一技能追上去 收掉了花海 行云流水 一套完美连招 不知道观众朋友们有没有学会 眼睛学会了 但是手还没有学会啊 二一一重剑霸体 一技能砍一刀 然后再接一闪 然后二技能 然后再接轻剑 然后贴身两个一 就说都得说一段时间 小明的黄炼子 对对方的这个前排 是有奇效的 对 他捡你抗啊 只要用黄线牵住你 捡你的抗性 你扛不住 然后牵自己家人 加自己家人的抗性 那这样的话要看 这波开凤铃想去追 凤铃出得非常早 对 直接就想开节奏 他刚刚那波没有交闪啊 交闪的话 应该是能咬到紫阳的 因为紫阳一技交闪 他这一波就是人是 骗了紫阳一个闪出来 下一波依然是 槟城的动荒台一 有主动先手的权利 对 有闪现 TG这个阵容 还是要打得主动一点 不能等武汉E Star Pro主动 他们这个阵容 在这个时间点 就是要动荒台一先开人 去制造武汉E Star Pro的调点 从而再用人多打人少 去影响花海的发育 影响易争的发育 他们才能打 如果一直这么拖着发育的话 其实这是武汉E Star Pro 想看见的 明示引家 紫阳相 后期这个伤害 还是有点恐怖 拖紫阳相的发育 同时呢 边线刚刚一直都是 给花海在吃 花海它的一个补钱能力 也是很强的 对 这局花海的经济 是全场最高经济 中路位置 进入这边大招 打到了对面的东黄 打一下状态 那弹起来的东黄 看是选择回家 还是抬下雪包 回家了 要保持他下次上线的时候 是满状态 是 这个蓝BUFF 和E Star Pro 也没有选择进去看 嗯 围绕着一针的孙上香 把孙上香接出来了 但双方打的都是比较慢的 嗯 因为E Star的视野的消失 以至于TTTG 也不是很敢往前扑视野 但这个位置 花海刚好跟子阳两个人 一起把这套龙给拿到 TTTG过来看的时候 龙已经没了 等于是背着广东TTTG 干了一波小事 嗯 拿来个先知主宰 嗯 惨然 依然是当一个大保镖 一直跟着一针 附近去开视野 对 这波轻轻的花木兰 已经往下转了 那冰城过去 他想去咬轻荣的话 不切实际 但他如果不咬轻荣的话呢 轻荣的二技能 又总是影响着 冰城过去咬人 开了个风铃往下转 但是被 紫阳这边断了一下风铃 对 你开风铃 他一个链子练到你 你就上不去 这波还要过去 上去 这就是硬吃 东皇的一个大的吗 看他走位像是硬吃 但是他并不知道 旁边有多少个人 因为他刚刚已经看到了 冰城了 孙上香一个人在塔下 这波孙上香也倒了 这波失误有点大了 这波广州TG是强行月塔了 因为人多打一个塔下 孙上香 但是下路的一塔 应该是可以拔掉的 但是上路我们看花海啊 就是闷头干大是啊 对 推掉了一塔 还把线带到了二塔处 但是轻轻已经赶过去了 下路千层是可以把兵线 带着防御塔推掉 但身后是没有一塔在的 这波抢流不然 直接狂大招 这一个一字打没有狂到 现在这个时间段 我们看到 其实广州TG前面两波 打孙上香还是很漂亮的 但是经济上面 并没有限制到 一阵孙上香的发育 在射手队位上面 孙上香还是经济的 一个小领先 那同时花海的 门五脏是没有被 任何限制到的 对 花海 因为伊斯大这个阵容的话 尤其是还有伊斯大 这个队伍 他们在跟对手 打这种和平发育局的时候 其实他会潜移默 花的把很多的资源 全部放到花海的身上 花海的经济就会变得很高 你可以看到这一局比赛 当双方和平发育的时候 坦然一直在正面 花海一直在变得之前 而广州TG这套阵容 它是不是很好让前的 因为它是一个战边 战边加上战事也 中路又是一个法和审孟希 所以他们的经济 只能平均分配 但在这种情况之下 花海的经济 就会拉开很大的差距 会起得非常快 这个时候如果在出现 EV1的情况之下 这种高经济碾压 就能够展现出来 两边带了一个镜像线 广州TG要反包回来 一星一个大招 是框到了东王 是的 东王这被打残了 被迫动头咬了一下 余智在给个大招 但这波也被打到残血 他站在了阵神的圈里 被一星打残了 冰城是先被打残了 被迫交大 但是呢 咬的又是个满战一指的连波 所以没有换掉 中路退不掉 然后上线也比较差 也得要去处理一下 EV1这个阵容 在跟TTG在正面碰撞的过程当中 在跟他们打拉扯 紫阳的热点图 主要是宝三二香 是的 就是下半图 我们看到 其实上一波 虽然说是一个人员的互换 但是没有资源去争夺 可是花海也是进到对方野区去收一些小的资源 收红损 所以这样的一个逆差就慢慢拉开了 虽然都在打发育 但是发育到后面你会发现 大家都是吃的一样的钱 大家推的都是一样的塔 那为什么他的经济要更高 一方面是补刀 还有一方面 就是野区的经济战比 争夺一下河道的视野 对 TTG这个阵容就只能让并城去开 并城这波开着个凤铃冲出来 想去咬人 这波闪现上去 洞口了 咬了一个明治影 花木兰直接冲过来 给了一个二技能 那这波动工 他一直都没能走掉 工夫们直接贴到了脸上 上去先砍一道 但是这波一个大刀 直接刚好锁到了青筋的 中间一技能 叫往他挑不到天上 将花木兰也给收掉 刚好卡住了花木兰 重剑霸体消失的那一瞬间 对 他还挑飞了起来 这一波的话 就是冰城开了风铃 想要主动的去找节奏 找这些掉点 没人跟啊 他主要是咬到人了 咬了一个辅助 但是伊斯大只要不动手 其他人跟不上输出的 对 要去跟的话 就会被分割战场 没错 这一波又来了 抓到了不然 把肉凯 就这么击他来了 在二塔下 中路的一塔还没爆 也去沦陷 这时候开始 TTG就不好打了 孙上香也是个 电电爆破 效果非常好啊 对 对哦 林世影的存在 孙上香这个爆发 跟的伤害是很高的 没错 在哪条龙 那现在远古城楼资源 已经空到了武汉 Ensia World的手上 就这局能够看到出来 广州 TTG 他们是想要去放一些东西 诱惑武汉Ensia拿了之后呢 自己去进行一个counter 去克制的 比如说这局 他也拿了黄木兰 在上路位置 我们看到有一波单杀 也是很漂亮的 对 这应该是在训练赛里面有用 而且效果不错 所以才拿出来的 而且这局比赛一开始 上路那波EVE 也看到效果了 是的 但是后面广州TTG 这个阵容的节奏 过于单一了 这个阵容只能依靠着 冰城上去咬人 而这道阵容 我们看一下 能够跟上他伤害的 就只有神蒙星的一颗雷 而不然 他是个肉铠 他的瞬时爆发 是没有什么伤害的 然后鱼姬的话 要装备没成型之前 也跟不上什么输出 在这种情况之下 能够跟上伤害 就只有青青的花木兰 花木兰还得交闪根 对 然后前期的几波 冰城想要去追击 想要去咬人 都被化解了 以至于前期的广州TTG 看起来是没有节奏 但实际上 他们是想要起节奏 而武汉E4大Pro 通过青荣的 二技能的阵神 拉紫阳的一技能 挂到了冰城 把他的这个 就是小的风铃 给他断掉 包括在河道那一波 紫阳交闪 冰城没有过去追 都是TTG想要起 但没有起起来的原因 直接冲进去 接上连波的大招 先把人砸残 这次能拉两个 打下 攻门五脏进场 收掉 冰城和青荣全部倒下 二连七破 来了就是双杀 然后下步高地破掉 然后中路线也要来了 再拔一个中路的高地 感觉他们想要 无限一波 坎然没什么状态 这波黄线连到的不然 不然手里没有大 天成的鱼姬 现在是三剑套再生 看能不能打出效果来 紫阳先练到一个不然 对 不然这波二技能冲上去 瞬间被秒掉了 攻门五脏再来 一个大招直接 突到了九尾的脸上 把九尾击飞到了天上 一波秒杀 而均在了水晶后方 让我们恭喜 武汉Insta Pro 拿下第一局比赛胜利 其实这一局 广州第一季的开局部署 包括是对线 都是值得表扬的 对 他们是有想法的 下路清新的花木兰 进行了一个单杀 然后下路位置的话 千成余计的一闪 也是进行了单杀 但是呢 就是中期的节奏 我们看到武汉Insta Pro 把对方 宗皇想要开团 这个点直接给破掉了 我们刚才不是数了吗 至少三波嘛 第一波去咬 然后被闪现躲了 第二波咬被异性化解了 第三波咬 是被那个 明世音的链子 给断掉了 然后后续再咬的话 他就已经找不到好机会了 那个团战 他咬了之后 没人伤害 对没有办法跟伤害 他开了个风铃 从下路的这个墙边草丛 下路的草丛 直接冲过来去咬人 但是队友跟他的距离太远了 实在是跟不上 唯一能够跟上的人 也不敢上 因为旁边都是武汉伊斯大波罗的人 是的 第一局武汉伊斯大波罗用了双幻神 工本舞藏家明智颖拿到了胜利 再次恭喜他们 接下把时间交给评论席 好 这场比赛 其实TTG前期我就 就很努力 包括在线上 其实想要尝试打出很多的一个节奏吧 他就把双边对线打得是够好的 很好了 这个花木兰对这个连波 击杀这个工本类似 然后下路鱼姬的一次单杀 差点 而且在前面已经差点 单杀了一次 对 那个额村上相 然后后面是个一神 是 但是这把确实是 你可以看到 这把一星的一个表现是非常不错的 整个的一个河道视野 实际上是 在三分四十秒 那一波之后的话 基本上一星对这个东皇 造成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麻烦 是 这东皇想去占河道视野 就是要不就被一星棋子探出来 要不就是在抓人的时候被抬到了 实际上伊斯塔这把还是有失误的 就是一个是三分四十秒 那一波紫阳 如果说他去探到那个东皇墩的那个草的话 实际上他们那一波 我看那个样子 应该是伊斯塔要去压下的 但是那一波是因为 他没探那个草 所以被打残了 所以就没有下路那一波机会了 进攻节奏没有流上下去 对 然后还有就是那一波 坦然下来连波拆火的那一波 实际上还是能做到更完美的 不过那一波紫阳往上走 实际上我倒是觉得是有预谋的 因为那个时间点TTG已经转中了 但是 花海已经在拆那个上路伊塔了 他想去拿命留下来 我觉得是OK的 没有问题的 但是后续上算上枪阵亡是有点不应该 坦然没有保护好一针 对 因为他那个兵线要压进塔里面 但坦然他在野区徘徊了一下 不知道自己该干嘛 就让TTG抓到了一个去跃塔 强杀一针的一个机会 对 NVP给到了轻荣一针 实至名归 这一把的话 武汉Estar Pro他们的一个中边斧 中边斧是压制着广州TDG的中野斧的 是 为什么我没有把Estar的这边 花海的打野放进去 因为花海他这一把对标的是 轻轻的花木兰 轻轻的花木兰 对 这一局我们可以频繁的看到 武汉Estar Pro这边的一个轻荣 轻荣和古老TD这里一个冰城 两个人碰面比较多 但边上 边上互相之间都是还有另外两个人的 但是游戏打到了 就前面的话 我觉得Estar节奏上还是有点小事物的 但是在后面 确实不说这个阵神 再配合连波的一个拆火 基本上把这个东黄打得没有什么脾气 就是这波 就是这波 对 就这一手一心大招 还有连波大招 就直接扑你后面的人 让你没办法跟输出 你就没办法去集合东黄咬的那个人 这波花海的收割太舒服了 是的 因为TDG这一局是 他靠不了射手的 他是没办法去靠射手 他这个射手是大后期的 对 这个射手他拿出来就只是为了抗压 然后他们拿这个花木兰 凯和什么东西 东黄的话 前期也想是帮花木兰 建立一点优势 让他能够在之后 跟宫本进行1v1的时候 可以拿到 对位的一个单杀 对吧 想要打出这样的一个效果 也确实上路那一波体现出来了 但是在于一个下半区河道 河道的一个掌控力上面 是完全被武汉伊斯大Pro给掌控住的 强度差的有点多 虽然就抓到了那么一波机会 剩下去基本上全被伊斯大化解了 对 其实你很明显能感受到什么 就槟城的这个东黄 在往草里想钻去 用大招去吸人的时候 一心的棋子 看到他同样震神在家减速 你会发现这个东黄非常的痛苦 就是碰不到人 还要被直接反带走 又导致视野 无限进入视野差 所以才会有一斯大 这种源源不断的 你感觉好像我开内部团战之后 不能给伊斯大造成什么麻烦 因为联波加异星的拆货 作用时代太久 对 这联波异星两个人 把东黄盯得很死 就冰城你咬 让你咬到人了 又怎么样 就有两个方案 第一个是 你东黄没咬到之前 我震神把你抬走 抬走 然后第二个方案 你东黄咬到人了 我联波往后拆火 对 然后我一心再放个大招 你就在准备跟输出的人 就留在那里 等到我后面 弓本和苏让香过来 打收割的时候 那你全部都要留下来了 前期的这个千诚 表现 今天千诚的对线 非常的好 千诚就把鱼姬 已经尽力了 他把前期鱼姬 能打出来的节奏 基本上就尽力了 这波你可以看一下上路 看一下上路 上路这波 工本在呆了 紫阳是知道这波 里面有人的 他先卖一手 卖完一手之后 如果只死一个紫阳 其实这后续坦然不用走 坦然真不用走 坦然把那口子站住 因为清荣他自己已经 把一个中路右侧河道给 排干净了 对已经排干净 坦然只要保折一下 一针轻线就可以了 对这波把线轻了 然后清荣慢慢的 把中线可以后轻 这波上路白转一个1 是的 结果多死一个苏让香 是的 但是整体来讲 我感觉他这波回身 是有预谋的 就是要稍微留一下 对面回中的 对就是紫阳那一下 因为他是 之前东黄过来的时候 他是看着他过来的 对 但打到后面确实 你可以看到中期 中期的 就那两波小失误之后的话 中期 伊斯达尔靠这个 对于东黄的防备处理 也太完美了 就没有什么节奏了 对 然后再加上苏让香的 一个整体发育 没有受到太大损失 还有一个工本五脏 就工本五脏 这把太肥了 你看他整体的伤害量 就转眼一看工本 八千多 花木兰好像才六千 因为他上路一直在带 虽然下半途 一直被这个TTG 就包括下路 那波野区所骚扰 但是到后面之后 等于一星 一个人单防了一个东黄 让你没有开团的手段 就是也是完全踩不出来 这个下路强度 是摆在这的 你看哪怕下路被击杀了 下路依然是 一大先破的塔 对 是的 就是那个英雄强度上 是真没办法 千诚已经是 在这一局就做到了超标 就是超额完成了 他应该做的事情 他本来就是我下路 现在正常抗压 对吧 但他既然能够造成击杀 那就已经是很牛了 很顶了 好 那么问题来了 TTG 后续的BP TTG就手法 TTG 今天第一局 就第一局打出来 我看他双边状态那么好 我觉得今天就 继续手法就可以了 我觉得他们双边状态很好 现在就是一个 就是需要对抗的 在中路位置这一块 中路位置这一块 对抗 对抗上一定要 能干过武汉SR Pro 对 而且我觉得 以今天千诚的一个 对线状态 是可以帮 就之前千诚 你说真的 状态真不好 你给他拿 优势对线 说真的 教练心里 也不是很放心 但今天我看完地板 如果我是教练的话 我会去考虑一下 帮千诚拿下优势对线 因为今天他确实打得足够好 因为现在E-Star的 一个主流节奏 我倒是觉得 要把一针压住 是比较好的 因为这是他们 最稳定的一个节奏 其实刚刚这局 他们能拿 TTG能拿到 一开始小套的优势 也是有攻发一路开始 对的 就是我觉得 这个肯定是TTG 我觉得今天 可以尝试的一个目标 而且千诚的状态 又如此好 同样其实也是期待一下 TTG会不会在下一局 这个阵容当中 再去进行一个提速 打一个前中期的 一个手法压制 OK 比赛马上开始 我们下期见 再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